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来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 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Action算子之Talk,Oder,First,I之C,Test,Fill,ForEach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Q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么OK,开始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学习的是当前 我们在整个Spark过程当中 Action算子里面应用比较广的一个算子 叫做Save asTest,Fill 那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将RDD处理过后的结果 那么存储成文件 存储成文件 那么照理啊,它呢,需要有一个参数 记住啊,这个参数呢,是一个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呢,有两种情况 第一呢,咱们可以写本地路径 路径,也就是说直接存在工程下 或者啊,这个存储在HDFS文件系统中啊 文件系统中啊,系统中 所以在里这个呢,算是我们比较用的比较广呢 叫Save asTest,Fill 所以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将当前我们这个RDD呢 进行一个文件存储 也就是RDD1.2 Save asTest,Fill 后面给一个路径 假如说我直接存在当前那个文件路径下啊 咱们直接存在那个功能下的 这是一个相对路径 对吧,直接存在DIR下 所以此时呢,在这里,我们呢就可以直接存储啊 咱们可以直接认识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我们可以运行一下执行 好,等待执行结果啊 等待执行结果 OK,那么在这里啊 因为这个是直接创立文件了 并不会做其他输出 所以此时呢,只需要在当前工程下 我们刷新一下啊 Signize的同步一下当前那个工程刷新 你会发现啊,当前工程下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文件夹 叫DIR DIR下面呢,就会有我们得到的结果 这个PART000 这个有点像咱们之前 大家有做过这个MapReduce程序是一样的 它会给你做出一个程序文件的结果集 所以双击开这个PART000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原来存储在RDD中的21365 会直接写到这个文件当中啊 所以在这里,这个Save as Test Fill 也是我们应用的比较广的一种方式 就是将结果直接写成文档啊 所以在这里,这个位置需要大家注意啊 那么这个呢,是当前的Action中比较常用的一个算子 OK,那这一刻我们到这儿